我们现在不善 我们要学善 怎么学法呢 一定从威仪上学起 像古时候教小学生 少臣若天性 习惯臣自然 一个人受好教育 是从小 从他出生的那天起 他眼睛一张开 就要叫他见一切善法 吻一切善法 给他砸根 千万不要以为 他和狠小不懂事 没有关系 你不知道 一粒言根 一粒耳根 永为道主 第一个印象 先入为主 这个事情难 古时候人知道 所以儒家教人 从胎教还没出世 怀孕的时候就教了 我们今天 没有受到这个教育 这是无量寿经商 世尊非常感慨地说 信任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点 树怪也 我们听了这个话 多难过 听懂了这个话 我们要回头 过去没有学 现在学 还行 还来得及 过去我们父母 长辈没教过 教过我们 现在佛菩萨教我们 我们应当 更要勤奋 努力 来学习 佛法 从哪里学起 真点 新人 无知 没有人教育到我 佛法 从沙弥律 学习 世间 发从哪里学起 现在小朋友 念的弟子规 离记里面的 去离 内子 从这个里面 学规矩 学懂得 除时代人久 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 更新园的小朋友 念弟子规 小朋友 有没有学到 教小朋友的老师 要先做到 小朋友才会学到 为什么呢 佛经里面 常常教导我们 受吃度送 为人 言言说 那个言 就是底下这句 鬼一犯 去做 鬼一犯 是表演 做给 小朋友 小朋友 让他听到 看到 永远 记在 心上 学问 学问的根本 学问的基础 就在 孝亲之子 卢根福 完全相同 有没有学问 有没有学问 非常好 是 有没有学问